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反映的就是投资人也试图要在新年展开一个新的气象 现在投资人正在寻找全球经济是不是可以在今年持续复苏的景象 尽管在市场方面还在担心美国连准会升息 可能会把美国的经济推向衰退 但是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导致FED会暂停升息 或者在今年稍后可以转向降息 如果真的如此那就是可以提振股市 这个叫提振有望了 至于在今天整个的表现会是如何 现在来说还为时过早 我们得等等到今天下午就见分晓了 好下边我们再看到 在国际方面的话 全球都受到了通货膨胀经济萎缩的这一个影响 在德国方面德国联邦统计局 在今天也公布了就是一个初步的数据 数据则显示 在去年德国通货膨胀率高达8.9% 创下70多年的新高 主要是受到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推升能源 还有食品价格的影响 德国年度通货膨胀率最近一次是接近这个水位 是在1951年在当年通货膨胀率是7.6个百分比 2021年则是3.1% 另外在法国方面 法国总理在今天就说 法国的年金改革当中 有关退休年龄计划提高到65岁的部分 法国政府可能会采取一个弹性的立场 法国总统马克宏是力图推动年金改革计划 而在法国国内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意见 现在掀起的是巨大的一些争议 接着在疫情方面 欧盟则说 愿意免费的提供中国COVID-19疫苗 来协助中国控制在清零政策结束之后的 疫情大爆发的现象 根据了解不愿居民的欧盟执委会的官员说 这项建议是在欧盟27个国家卫生官员 在今天召开会议之前数天内所提出的 这也是欧盟卫生与食品安全执委 就是凯瑞亚德斯他建立一致对策的行动之一 要以此来因应中国放弃清零 使得欧洲疫情加剧的相关可能性 而在现在呢 也看到在欧洲方面 法国总理也在今天宣布 尽管在中国当局已经提出了抗议 但是法国还是会继续的针对来自中国的旅客 要进行COVID-19的筛检 那么他强调是遵守世卫组织的规范 也会继续这样做 从1月1号开始 所有从中国入境法国的旅客 都必须要佩戴口罩 并且准备要在抵达时接受随机的检测 另外呢 在这里呢 英国方面呢 则表示 从5号起准备由来自中国入境的旅客 必须要在出发前取得COVID的检测阴性证明 不过英国的外交大臣 则在今天说了 就是抵达英国时接受筛检的 自中国入境旅客 就算他筛检的结果是阳性啊 也不需要隔离 他在接受访问时 就做了上述的表示 他说呢 英国政府的目标是要搜集资讯 以力监测 更何况英国此刻 每45个人就有一个人确诊呢 今天的新闻 下边则看到这是菲律宾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 今天前往中国 展开三天的国事访问 小马可氏说 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努力将双边关系轨道 提升到更高档速 两个人将会讨论双边 和区域性质的政治安全问题 应习近平的邀请 马可氏与第一夫人 还有前总统亚罗裕 以及担任政院议长的 小马可氏的表弟 再加上诸多的政府高层 在今天启程访问中国 好 我们的新闻最后看到的是 来自巴西 包括了巴西总统 鲁拉在内的23万人 这两天都到了并海城市桑托斯 向足坛伟人比利致敬 他们在维纳被名落球场排队 瞻仰开盖的灵鹫 向比利做最后的道别 比利他与大肠癌搏斗了一年之后 在上个礼拜 也在12月31号 2022年的最后一天此事 享受82岁 为时24小时的追悼会 在昨天上午10点就展开了 那么将会在今天上午结束 根据在巴西的警方统计 大约有23万人参与比利的追悼会 好的朋友们 带给大家 这是在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胡美健在这为朋友们编辑播报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我们接下来的节目